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失败 不能允许 站起来 站起来 杀掉眼前的律政 杀掉律政 权限深情 里边的故事 还愿是继续吗? 继续吗? 继续了 现在 你应该也记得了我的技巧 如果你不敢放弃 我会一直跟你对峙下去 确实 这份力量诞生于双生世界炮的特殊环境,显现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特质。 不,与其说是与这些有关,倒不如说是你的个人经历事员。 创生与凋零,对你来说还真是恰如其分的能力呢。 如果可以的话,我不想对任何人施予第二种权能。 原来如此,那时他选择一个人和我对峙,是因为难怪他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哼,即使获得了这般超越凡人的力量,你却还是对所有人都这么温柔呢。 杀掉绿者。 尹先生Nuosa 出品 余陈 Au 寻 好吧。 那么……我也只能继续应战了。 锁。 杀掉略者。 杀掉略者。 你可真吵呀。 杀掉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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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终于清静了呢…… 维……维他…… 別担心,谢儿。 我们已经不用再战斗了 因为 因为我根本就不是什么苏 我还是那个最爱你们的Vita 你说你不是苏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你的表情真有意思 之前那种严肃的样子 只是你为了在那个希儿面前 表现得更加坚强 故意摆出的架子吧 现在的神情 才是那个可爱的希儿嘛 不过刚刚那种凶巴巴的样子 也别样可爱哦 如果你是故意想让我放松警惕 哎呀 等一下等一下 你别生气 我这不是正要跟你好好解释吗 我们之间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给一个解释的机会不过分吧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 我的同伴还有两个世界的生灵 你明明 哦 他们呀 反正你已经知道将他们带回来的方法了 不是吗 看来我猜对了 因为希儿就是去帮你做相应的准备了吧 我承认你有手下留情 不如 叫死生之律者吧 死生之律者 嗯 比起让什么东西凋零 死去 让周围的一切变得生也盎然 才更想吸引你呀 Vita 不 绿者的名称并不重要 比起这个 我还是担心 光靠我的全能 还不足以浮出 扎根于世界炮的规则 那是我也不能理解的全能 但我明白 只要它还存在 这里 炎雪圣城 砂铁国度 乃至其他世界炮的生灵们 迟早还会经历灭顶之灾 关于这个 我可以告诉你啊 所谓 缩的规则 是愿望 愿望 就是缩设下的规则 愿望 在植入了规则的世界中 人们的某些愿望 会逐渐化为现实 就像你刚才说的 不合常理 却又确实存在 你刚才推理中的唯一错误 就是颠倒了这一层因果 炎雪圣城的人们 相信有引渡生死的贤者存在 贤者会将死者 带往死后的世界 于是 沙铁国度的世界就此诞生 而沙铁国度的魂灵 相信贤者会使他们复生 和圣城的生者再次团聚 于是两个世界开始交错纠缠 逐渐融为一体 但这种融合 却是世界毁灭的开始 两个世界的毁灭 就像被雷管起爆的炸药 会释放巨大的能量 而这些能量 最终都会汇聚到索那里 嗯 所以我说了吗 你基本猜对了一切 可是 索怎么能确定 世界炮中的一切 尤其是人们的想法 会如同他预料的那般运作呢 很简单呀 因为索很了解人性 与至亲之爱之人生离死别 会感到痛苦 这是人性 想要与分开的亲人 爱人 再次相聚 这是人性 不愿放弃习以为常的生活 这是人性 贪图享受 渴望不劳而获 这也是人性 人性不因世代而改变 即使在世界交融 一切毁灭之后 只要新的萌芽再次滋长 类似的故事 就会再一次上演 只要人们的愿望 存在一个小小的公约数 他们就会自行将其放大 并最终 使剑锁的规则 所以 在这里 愿望化为了月炎 化作了高塔 而在凋零之星 愿望又化成了他们的心炎 就是这样 他们无比渴求一种新的能源 如果不能找到这种能源 他们的文明终将枯萎 凋谢 于是 贵则回应了他们的愿望 当愿望产生的心炎越多 世界炎的膨胀 也就越发剧烈 所以 只要时间一到 你看 无论具体形势如何 索总能得到他想要的 究其根本 生命的存在 必然会产生愿望 即便是虫制 也会想要高飞 即便是花草 也会想要生长 即便是只有 虫草花木的世界 也会在缩的意志下 在愿望的驱动下 不断膨胀 啊 不知道米斯特林 有没有跟你们说过 他对生命 有一套自己的理解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觉得 凡是能自知成长的存在 都可为之生命 我基本上认同他这个观点 不过 还是想要做一些小小的修改 我认为 自知成长 也可以认为 就是拥有愿望 而愿望的本质 或者说 生命的本质 是膨胀 在这一点上 唯有这一点上 我非常认同我曾经的无上之主 苏 维他 如果你真的不是苏 那你究竟是谁 我 我是 我怎么又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是吗 看来是他的意志太久没有对我耳遇了 没有播撒的指示 没有巡视的指示 没有清扫的指示 没有清扫的指示 所以我便只能陷入睡眠 但这又是为什么呢 话说回来 我为什么会思考这些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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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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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去那里 我想做那件事 我想要见到那个人 我想要见到那个人 我 我 我 自己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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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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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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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 我自己的工作的 所以 你其实是 即兴的倖存者Vita 在他组成 member Prayung 助手 是ある 带领人 随你用喜欢的方法吧 你看 我之前说自己是晶星人 倒也不能算是在骗你们 对吧 你们 金星的人们 也曾经直面崩坏 对抗中烟之简 是啊 虽然在我们的语言里 大家更习惯用深渊这个称呼 而我们的母星金星 则被称为弗楼沙 其实就是人类之家的意思 看来我们的文明 不如你们的有诗意 金星 地球 都有内涵的名字呀 可是 Vita 怎么了 觉得我是在编故事吗 不 我是说 如果你真的不是让这个世界炮陷入危机的元凶 如果你真的只想要属于自己的自由 那你为什么还要助纣为虐 充当苏的帮凶 这一路上 你一直充当着我们的向导 伙伴 不知不觉间 我和苏莎娜都将你当成了可以信任的伙伴 齐罗前辈虽然总说我们天真 但我明白 他其实也对你有着同样的看法 而且 因为凋零之星的事情 他真心想要帮助你 甚至连米斯特林和普罗米修斯 还有希尔和实之掠者他们 也愿意相信您的好像漏洞百出的故事 是啊 在这一点上 即使是我也感到于心不忍呢 请认真一点 我们之间的战斗 或许还没有结束 啊 好吧 我坦白 简单来说 我确实是个恶人 我想要获得自由 只作为我自己而活 不再是一道分身 不再对谁为命侍从 不再无法自己选择 沉睡或是醒来 然而 想要获得这样的自由 对过去的我来说 唯一是天方夜谭 应该说 想要摆脱苏的掌控 摆脱那双 我之前也用来观察你们的全世之眼 这可能是唯有神明才能做到的事 但我并不是神明 而只是她的魔防者掌中的一粒微尘 所以 我必须等待时机 时机 难道说 是指我们 没错 当然 在一切的开始 这个世界炮的规则 因为高塔闲者的诞生 出现少许紊乱 你们这些外来者现身之时 我也只不过是来查看一眼而已 这对缩的规则而言 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 而你们 虽然你们或多或少有些特殊 但在我漫长的代理生涯中 也的确见过一些像你们这样的未知因素 不过 毕竟是无尽的重复情物中难得一见的变数 我还是对你们产生了兴趣 所以 在经过了短暂的观察后 我决定现身跟随你们 事实证明 这为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意 你们发现了双生世界炮的构造 通过了高塔闲者的试炼 接近了规则的真相 甚至 找到并几乎实现了破解规则的方法 如果不是因为他察觉到了铺路计划的危险性 在那个节点 你们就已经逃离了规则的掌控 所以 弥斯特林铸成的道路忽然崩塌 果然是因为缩的直接介入 没错 那也是我第一次意识到 你们或许会成为我通往自由之路的钥匙 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将你们的计划 你们跨越中烟的过往 向缩河盘拖出 这就是道路坍塌的时机 能够如此精准的原因 毕竟 就像薛定恶对我造成的困扰一样 日理万机的梭 一样很难精确操纵具体的事物 不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如果你愿意 就明明可以和我们一起 去往我们的世界生活下去 因为我看到了获得真正自由的机会 你看 作为代理人 我遵循缩的意志 巡视被植入了规则的世界炮 为此 我需要一定程度的全能 来应对各种状况 这些全能的来源 自然是缩本身 但可想而知 缩对于付出的热情 要远逊于榨取 而且他在这件事上 有格外谨慎 比如 我从他那里获取到的力量 永远只是堪堪够用 你明白我要说什么了吧 你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全能 如果在那个时候 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放任你们离开 就只能再次迎接 意味着任务结束的休眠 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醒来 即使我去往你们的世界 这个结果也不会改变 苏想要捕捉我 可比米斯特林捕捉你们要方便多了 毕竟我的确是他的分身嘛 所以 我不厌其烦地警告苏 大家的计划将导致深渊为他带来毁灭 总之 这些威严耸听的确收获了效果 苏 给了你更多的全能 多到超乎想象 还记得那句我爱你们吗 它也有这方面的含义哦 不过 后来发生的事情 还真的超出了我原本的构想 没想到 你们居然能在全知的压迫下 反过来利用规则 创造出诞生于量子之海的律证 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确实 不过 想要获得超越常识的力量 就必然要付出常识之外的代价 正如你 也正如我 而到了最后 那本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杀手锏 也没有奏效 留给他的选择 就只剩下了三个 清零至此 放弃这个世界跑 或者 将更多的权限交付于我 而以我对所有的了解 是已至此 他必然会选择最后这种 而结果嘛 就是造就了这个 刚刚和你熬战一场的我 怎么样 还不赖吧 也就是说 现在的你 其实是最强的你 嗯 没错 在这场大戏的周末 我终于找到了机会 得以删除自己和苏的联系 就在刚刚 我走进你的那个瞬间 就像很久之前的他 删除其他数据生命一样 我自由了希儿 就像雏鸟初见朝阳 就像鱿鱼破乱而冲 而我想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将事情的始末 想让我重获新生的人倾诉 那就是你 希儿 我明白了 此刻的你 确实对我们 没有恶意 那么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接下来 我要找回我的同伴们 接下来 我要找回这个世界的人们 当一切恢复如初 我们便会再次回到自己的家园 当我做这一切的时候 Vita 你会再阻挡在我的身前吗 希儿 我的朋友 希望你可以允许我这么称呼 无论你将去往何处 做些什么 你从我这里得到的 将只会有感谢和祝福 我自认是一个恶人 从来都不会赎罪 作为缩的代理 我毁灭过很多文明 而这一次 既然大家根本没有死 那我就更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歉疚 但我们之间的战斗 的确结束了 但 还有缩的规则 那个呀 你肯定不用再担心了 我刚才不是说过吗 你们原本的计划 就足以拯救这个世界 而且 刚刚和你战斗的时候 我所用的力量 就来源于怨之牙 也就是埋藏于此的规则根基 它已经被你亲手斩断 世界 已经被归还给了此处的生灵 啊 对了 当你去找你的朋友们时 记得要在正确的世界炮里找 规则虽然已经不复存在 但 这个世界毕竟经历过 它的塑形和改造 就像你们来时一样 不同的生命形式 会被分解到不同的世界炮里 不过这种分解 还挺随心所欲的 比如米斯特林他们 难道不应该被分配到 沙铁国度吗 你看 规则即使全知 也远非全能呢 好了 希儿 欠你的解释 我基本上都说清楚了 接下来 我可要开始享受自己的自由人生了 维塔 啊 明明经历过这么多次了 我好像还是很不擅长道别呢 那就长话短说吧 慈儿 愿你在归途 一路顺方 一路顺方 养类 2 3 4 10 3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